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素材这两个事儿删除以后单击保存 这样我们第一题就做完了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题 将文档中的西文空格全部删除 大家看这儿有很多的空格 那么我们需要删除这些空格 将光标移动到文档的开始部位 单击编辑中的替换命令 那么在查找内容的部位输入基文空格 如何输入基文空格呢 我们可以这样 如果你当前是中文输入法状态 你需要把这个中文切换为英文方式 前脚半脚切换为半脚方式 然后输入空格 那么替换为的位置什么也不要输入 然后单击全部替换 这样就能完成561除期换 然后我们单击确定 单击关闭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题 将纸张大小设置为16开 页面上边距3.2厘米 下边距3厘米 左右边距各位2.5厘米 好我们单击页面布局选项卡 单击页面设置对话框起动线 单击纸张选项卡 单击只张大小下拉列表选择16开 然后单击页边距选项卡 设置上边距3.2 下边距3 左边距2.5 右边距2.5 好设置完成以后 我们单击确定 好接下来看第四题 利用文档的前三行文字内容制作一个分面 将其放置在文档的最前端 并独占一页 好那么我们首先打开考生文件夹 双击页面样例 我们按照样例来设置我们的文件 好那么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单击插入选项卡插入一个分面 单击分面 在内置的分面里面 我们选择一个和样例相似的分面 好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选择这个相似的分面 但是呢 大家看一下它只是相似 我们大字主色而大字是绿色 因此呢 我们需要单击页面布局选项卡 我们单击主题 在主题中 我们选择一个都市这个主题 大家来看选择完成以后 就跟我们的样例比较接近了 好接下来我们来进行设置 我们单击那个年份内容控架 我们右击删除内容控架 单击标题右击删除内容控架 然后单击作者右击删除内容控架 单击公司右击删除内容控架 单击日期右击删除内容控架 先将我们分面中的内容控架删除 然后移动到这个位置 我们CtrlX减贴我们的2012年 移动到第一个文本框 右击质保留文本 以贴方式选择质保留文本 接下来我们选中2012年 单击开始选项卡 设置它的字体为右元 设置字号为28号 设置字的颜色为深蓝色 好设置完成以后 我们拖动文本框到合适的位置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的2012年就设置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文档的标题 我们同样的方法 CtrlX减贴标题 回到标题右击质保留文本 选中我们的标题文本 设置它的字号为28号 就可以了 这样标题我们也设置完成了 好接下来我们设置这两行落款 我们CtrlX减贴 回到我们的文档中 回到我们的文档中 右击仍然是只保留文本 仍然是只保留文本 然后选中我们的文本信息 设置它的字的颜色为自动 这个字的颜色为自动 我们可以把这个文档框往脚里拖一下 往上里拖 好设置完成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将文文框拖动到合适的位置 那么接下来选中我们的文本 设置又对节 再拖动一下位置 这样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分面就设置完成了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道题 将文档中以12开头的段落设置为标题 一样式以括号12开头的段落设置为标题2样式 以12阿拉伯数字开头的段落设置为标题3样式 好我们回到文档中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题我们只能手动来设置 好我们单击快速样式中的标题1 为了设置方便我们放大我们的页面 好那么它呢是标题2样式 它呢标题2样式 在设置的时候一定不要设置错了 否则一会儿会影响我们后面的一个制作 标题3样式 标题1 标题2 标题2 标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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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题2 标题1 标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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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题1 标题1 好这样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就完成了这一道题的制作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道题吧 好将标题3咨询情况下 用蓝色标出的段落部分转化为表格 为表格套用一种表格样式时 其更加美观 好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我们来找一下我们来找一下我们的三咨询情况 那么这个呢我们可以单击视图中单击导航窗格 我们来找一下三咨询情况这个位置 好这样我们就找到了找到以后我们将导航关闭 好我们选中我们的表格 大家来看一下我们选中我们的表格 然后单击插入菜单中的表格中选择文本转换为表格 单击确定 这样就设置好我们的表格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选择一种浅色底文强调文字颜色2 这样的一个样式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它的下半部分 基于该表格数据在表格下方插入一个柄图 用于反映各种咨询形式所占比例 要求在柄图中仅显示百分比 好我们在它的下方 右击形成一个空的段落 我们在这儿要插入一个柄图 我们单击插入图表中选择柄图 然后单击确定 好接下来我们来复制我们的数据 我们选中我们的第一列Ctrl-C 回到我们的数据列右击形成三千 好接下来我们再选中我们的第三列 Ctrl-C回到我们数据中右击三千 那么我们将我们的数据区域缩小 好了大家来看 这样我们的柄图就做完了 这样我们的柄图就做完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柄图 那么设置好我们的柄图以后 要求仅显示百分比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单击图表工具中的布局 选择这个数据标签 选择其他数据标签选项 在这儿我们将这个显示引导线和值去掉 我们单击图显示百分比 单击关闭 好了这样我们的柄图就设置完成了 我们将我们的柄图稍微拖动一下 然后呢 好这样就可以了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的下一道题 第七题 为正文第三段中用红色标出的文字 添加超链接超链接地址为他 同时在统计局对政府网站后 添加角度角度内容为这些文字 好那么现在我们就来找一下这个内容 好那么我们选中统计局对政府网站 然后单击插入菜单中选择超链接 在超链接的地址位置我们输入 好了输入完成以后我们单击确定 这样我们超链接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选中这组文字 然后我们单击引用中插入角度 那么在角度的位置 我们同样输入这些文字 3w.dps.dov.cn 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刚才的链接有斜杠 在这角度没有斜杠 注意好心一点就可以了 好输入完成以后 我们来做下一道题 将除分面页外所有内容分为两栏 不停显示 但是前处表格及相关图表 扔局跨栏中显示 无需分栏 好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将文本选中 选中到什么位置呢 选中到表格之前 好了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选中到表格之前的文本 我们将它选中 选中以后单击页面布局中 我们设置两栏 好了这样我们就设置完了两栏 设置完两栏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将表格和图表后面的数据再给它选中 选中以后呢 同样的方法我们设置两栏 好这样就设置完成了 那么设置完成以后大家来看 在这个地方啊有这么一个小技巧哈 我们来再来看一下哈 好在这个地方呢 大家来看一下有这么一个小技巧 首先我们需要将我们的表格设置 让它击中显示 这是我们的题目要求 看到了吗 就是我们的表格 以图表需要跨栏击中 我们需要表格击中显示 那么我们的图表呢 我们也要设置它击中显示 在这儿有一个小小的技巧 是什么呢 大家需要将我们的这个图表 拖动的稍微大一点 让图表和表格不要显示到一页上面 记住这个啊 否则的话我们一会儿的页面设置 会出一些麻烦 记住这一点小技巧哈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做完了第八题 我们就来开始做我们的第九题 在分面页与正文之间插入文档目录 目录中要求包含标题一 标题二标题三 样式标题 对应的页号 文档目录要求单独占用一页 且无需分栏 好那么我们回到文档的起始部分 然后我们在这儿需要插入一个目录 由于我们文档是进行了分栏 而目录无需要分栏 因此我们在这儿 只要先插入一个分解符 我们单击页面布局 打开插入分页符 以分解符列表选择下一页分解符 然后将光标移动到分解符的前面 然后我们单击引用中选择目录 插入目录 确保显示页码有对勾 并且单击选项 确保标题一标题二标题三有对勾 然后单击确定 单击确定 这样系统就给我们插入了我们的目录 但是系统默认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分栏 我们选中目录 单击页面布局 选择分栏 重新设置它为一栏 设置完成以后 我们右击选择更新预 单击更新整个目录 单击确定 好了大家来看 这样我们的目录就确定完成了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第十题 除分面页和目录页外 在正文页中添加页媒 页媒内容包含文档标题 就是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和页码 要求页码编号从正文第一页开始 其中基数页页媒文字右对齐 页码放置在标题文字右侧 偶数页页媒文字左对齐 页码放置在标题文字左侧 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自己一个设置 我们将光标移动到正文的最前端 然后我们单击插入中的页媒 然后选择空白 插入好页媒以后 一定要记住右击 我们先将内容空间删除 这样这儿会出来两个段落标记 我们删除其中的一个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题目要求 要求我们基偶不同 因此我们设置基偶不同 但是系统已经默认这个首页不同了 我们不要把它剪掉 好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的正文这一节 首先是我们需要设首页页媒 我们将这个链接到前一条页媒去掉 好接下来我们回到基数页页媒 也把链接到前一条页媒去掉 好接下来我们再回到偶数页页媒 将链接到前一条页媒将它去掉 因为我们目录是没有页媒的 对吧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设置 我们的页媒了 那么页媒呢 要求包含这些文字 那么我们可以先将在北京市这些文字 先输入 北京市政府 地区公开 工作年度 公开 工作年度 报告 好了输入完我们的标题文字以后 那么首页实际上就是第一页 那么将来也就是我们基数页 对吧 好我们将光标移动到文本的右侧 单击插入菜单中的页码 选择当前位置 补充数字 好了系统会默认从地零页开始 我们右击设置页码格式 我们让它从一页开始选择一 确定 好那么我们回 回到我们的首页页 因为它是第一页 是基数页 按照系统要求 我们要设置右对比 好大家来看 这样我们首页就做好了 做好了以后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复制 好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的偶数页 页买右击选择 只保留文本 看一下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把页码去掉 因为是偶数页 我们的页码要求在文本的左侧 因此我们插入页码当前位置 普通数字 大家来看 这样就插入了我们偶数页的页码 因为偶数页要求左对齐 我们设置它左对齐 好 接下来我们再设置基数页 我们右击只保留文本 然后将这个页去掉 然后呢 我们插入页码 选择当前位置 普通数字 好了 那么基数页呢 系统要求右对齐 因此我们右对齐 好了 大家来看一下 这样我们就设置完成了 我们看一下第四页 第五页 后面就没有问题了 我们接下来继续往后看 第八页 第九页 第十页 好 设置完第十页以后 大家来看到 第十一页的时候 这个地方它又从第一页开始了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之前设置了这个表格和图表 是没有分栏的 系统会自动在这个地方 给我们插入一些分解符 那么好 我们选中这个一 右击 设置页码格式 我们设置续前写 好 我们回来看一下 在这儿是第十 在这儿系统默认就是第十一 并且是右对齐的 好 接下来看一下 那么到了这一页呢 大家来看一下 是不是应该是什么呀 应该是偶数页了 对吧 但是系统又是第一页 开始我们选中一 右击 设置页码格式 让它续前写确定 大家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回来继续看 对不对 第十页没问题 第十一页没问题 系统自动就会给我们下页设为第十二页 是偶数页也没有问题 第三页等等 这样我们这个第十一页就做完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十一页 保存 我们的word文档 然后呢 我们单击文件选项卡中的另存为命令 然后在保存类型列表中选择pdf文件 接下来我们单击保存 这样系统就给我们保存了一个同名的pdf文件 系统会自动给我们用浏览器打开 我们刚才保存了这个word.pdf文件 我们单击关闭就可以了 好 那么全部完成以后 我们单击保存按钮 单击关闭按钮 好 同学们 word第五道题 我们就讲到这儿 再见 再见